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虎穴里才有 那么这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而这样东西又是怎么给它带来千万财富的呢 相传在一些热带亚热带地区的老虎洞穴里 生长了一种名贵的食材 人们为了得到它 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进入深山虎穴 以求换得财富 这里是位于江西省福州市北部20公里的云山 2009年夏天 就是在这座山上 一个女孩发现了那种传说中虎穴里的宝贝 这个女孩就是方婷 我没有想到我找到了能给我带来这么大的财富 非常的开心 就感觉天上掉线瓶了 掉到我方婷手上了 采访时方婷呆的记者来到了那座他曾寻宝的山里 没路了 没路了 这里又有一个 对 所以说我们很幸运又找到了 2009年那次上山寻宝的经历 让这个1989年出生的女孩 打开了千万财富的大门 从此改写人生 她找到的这种东西 一斤可以卖到上千元 这个类群它生长的最湿的地方是在热带和亚热带地区 所以说在非洲非常典型的主要是在尼日利亚 还有东南亚地方地区还包括澳大利亚 它这个比较稀少 听说过但是没见过 传说中珍贵又稀少的东西不仅被方婷找到了 而且现在在方婷的大棚里 这种东西一瓦就是一大片 那我现在就是这里面就是随便都可以挖出来吗 随便都可以挖出来 就感觉在挖金子 感觉像挖金子一样是不是 挖一块一块一块 找到越大的越兴奋越开心 就是越大越值钱吗 越大它越重 然后越重就越值钱 对 这个要值多少钱 这个我看见这个大概有五六百块钱 五六百块钱 就这么挖这么一下五六百块钱 对 就一个五六百块钱 那我也挖个五百块 所以就说我们就挖的这么一下 然后这就一千三 对 这我感觉像金子 对 这就挖一下 对 土里能挖出金子来 可在方婷阳光笑容的背后 却隐藏着一个坦一辈子的遗憾 我还能想 接到 还能想得到当时 接到那个电话的时候 前行 我记得很清楚 什么事情 成了方婷心里 心里生气的痛 让她现在提起 还是忍不住掉下眼泪 那传说中 虎穴里的宝贝 又是什么呢 方婷出生在江西省福州市丁湖村 一个普通的农村家庭 2005年 她从老家来到厦门上大学 就在这一年 方婷有了男朋友江国志 两人约定 毕业后 共同留在厦门工作 结婚 买房子 关于未来生活的美好画面 在方婷脑海中逐渐清晰 可2008年8月的一天 方婷接了一个电话 这个电话 彻底改变了 她预想中的人生 方婷决定放弃厦门的工作机会 离开和自己相爱三年的男友 独自回到江西老家 晴天霹雳那种感觉 就感觉 一下子非常的纠结 我也考虑了很久 纠结了很久 最终后面 我是不是想 我就决定还是要回来 我们本身跑到这外面来 也就想在外面去 找份工作 我也是农村过来的 我们根本就不想回去 跟这个田地打交道 所以当时我很反对的 但是她很坚持 那个仿佛晴天霹雳一般的电话 是方婷父亲打来的 在电话里 父亲告诉方婷一件 自己隐瞒了快一年的事 方婷感觉到了父亲 从没有过的无助 想了很多很多 又想打又不想打 很纠结嘛 但想了想起 也是没办法 从她的声音 我就感觉到她非常的难过 她压抑了她的心情 她不想让我看到她 可能是不想让女儿 看到她那个 经过打击的那样子的心情吧 为了亲情 方婷回到农村老家 本来是件家事 可方婷回家的消息 却在村里引起了轩然大波 自私 无法理解 各种留言 把方婷的父亲 推到风口浪尖 这一切 还是和父亲隐瞒方婷的 那件事有关 方婷的父亲 曾是村里的蘑菇种植大户 可就在2007年11月的一天 一场意外的大火 把方婷父亲的大棚 烧了个金光 二十多年的心血 瞬间灰飞烟灭 她这个帐篷里面 那个整个一片 全部都是大火 那个冲天的 什么都烧光了 那有可能这家都完了 大家成本都是这样想的 当时我们也没想到 还会叫她的女儿回来 当时就是一个烂摊子 到处都毁了嘛 烧毁了 什么都倒了嘛 要做的话 一定要重新起步 什么东西都要倒过啊 一个小姑娘回来 能成多大的事 我就这样想的 如果是自己七年搞得大 肯定非要 叫自己的那个儿子 或者女儿来继承啊 是吧 如果是七年不好 肯定叫她不要回来啊 是吧 大家都想不通 为什么要让一个19岁的女孩 回来收拾这个烂摊子 何况方婷 还有一个哥哥在本地 这是方婷家少有的全家福 看起来幸福快乐的一家 背后却有着太多无可奈何 方婷的哥哥患有先天性失明 随着父母的年纪越来越大 照顾老人和哥哥弟弟的重担 只能落在方婷一个人身上 父亲本来想靠着种蘑菇 积累一些钱 为方婷尽可能的减少负担 也因为一场大火前功尽弃了 我就靠我的产业 如果一旦是我的产业不好的话 这走下不落的话 那我可能不把它拿回来了 回到老家后 方婷抵押了老家的房子 借钱开始重建大棚 父亲手把手的把自己多年来的种植经验 全都交给了方婷 就算每天再忙再累 方婷的心里始终有一件事放不下 就是他已经在厦门工作的男友 2009年7月 一个巨大的惊喜出现在方婷面前 男友放弃厦门的工作 来到方婷老家 要和他一起创业 突然的话也是突然我也想通了一个 想通了 我看的是这个人比较有孝心的 很孝顺父母 这个也是很善良的一个人 总有一个人要放弃一些东西 才能得到一些东西 男友的加入 让方婷信心倍增 然而不久之后 一件连他们自己都没有想到的事 竟然发生了 他们无意间发现了一个 让他们财富爆发的东西 开启了千万财富的大门 这是潮湿吗 是 潮湿 记者采访时 方婷带的记者来到了带给他千万财富的这座山里 我们就是想着去 去采摘野生的模糊 因为我们种的是常规品种 利润非常小 几乎那时候利润的话 都没什么利润 就是想要去找新的品种 2009年 方婷也是在这个季节进山寻宝 可记者跟着方婷在山里找了一个多小时 根本没有见到蘑菇的影子 下面有吗 这里没有 这里没有 7、8月份的一村很少 蛮找到 为什么当时你们还要这个时候来呢 为了找到高云民族 所以我们才知道 就是要在夏天这个时候来 对 所以说找到的一定会适合夏季种 一定会 我们平日里常见的一些蘑菇 例如瓶菇 金针菇等 都属于低温食用金 生长所需要温度 在10到20摄氏度 南方炎热的夏季 基本没有蘑菇卖 因为稀少 夏季蘑菇的价格 也是水一涨船高 温度高 这个产量少 产量少 就自然 价钱就上去了 像这个过了10月份以后啊 就不好嘛 一般都是快 一块来一斤 所以大家都是想在夏天 种出的高温了是吧 对对对 那现在36度 那里面的温度378度 菇子根本长不出来 如果有那种 能超过367度 能够出菇子的那种景种的话 更好了 你温度高也不怕 有那么好的景种 肯定好了 多不想 这叫一想天开 不可能的应该 在夏天初孤的高温食用菌 品种极其少见 当庭带的男友 去附近的山上碰碰运气 果然很难找 一连三天凌晨三点就上山 都没有任何收获 在他们快要放弃的时候 一棵倒在地上的老树 引起了他们的注意 找到了一朵蘑菇 但是当时我们不知道 那个蘑菇是什么 这么大 长成像 酒杯一样 正值酷暑 这株蘑菇却长得很壮 方庭意识到 这就是一个高温品种的蘑菇 可它究竟是什么 能不能食用 这些问题就成了方庭 最着急要知道的 他马上带着这株蘑菇下山 找到当地的专家 给蘑菇做鉴定 我们通过这个对照 这个图谱啊 菌盖啊 菌饼啊 这个颜色啊 经过对照 经过比对 这个我们就是说 它是菌和策尔 就是胡乃菇 胡乃菇学名菌和策尔 据民间传说 为母虎产后乳汁滴 在土壤里产生 在虎窝里生长 因此而得名 方庭一打听才知道 因为营养价值 和药用价值高 胡乃菇在马来西亚 香港和广东省 都非常受欢迎 风干后 一斤的价格 要卖到将近一千元 像非洲的尼日利亚 还有包括东南亚地区 还包括澳大利亚 其实都是一个非常普遍 也比较被大众 所接受的一个食用菌 对于这个胡乃菇呢 因为怎么说呢 它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 方庭觉得 这一下自己可挖到了宝 将近一千元一斤的高价 是香菇 茶树菇 等干制食用菌 价格的十多倍 可很快 他就发现 自己高兴得太早了 2010年 方庭种起了 四十五亩胡乃菇 还结了婚 本以为这一年 会是个双喜临门的风收年 可谁知方庭发现 自己烘干的胡乃菇 只能卖到三百元一斤 比他之前 调查市场的价格 少了一半还多 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 是叶方庭种植的胡乃菇 少涨了一个东西 而真正可以卖到 一斤千元高价的 正是这个东西 方庭种植的胡乃菇 究竟少长了什么呢 它那个最基本的特征 两个 一个菌核 再从菌核上 长出紫实体出来 紫实体就是我们平时 看到长到外面的那个蘑菇 对吧 对对 它可以具有食用 还有药用价值 它的药用价值 主要是体现在 它的菌核部分 完整的胡乃菇 由紫实体 以及菌核 共同构成 方庭种植的胡乃菇 却不长下面的菌核 胡乃菇的紫实体 可以炒菜 煲汤 而菌核 因为含有丰富的多糖 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既可以煲汤 也可以用于提取制药 方庭这时才想起来 自己当时在山上采菇的时候 就犯下一个错误 没有连根拔起 没想到过 它下面会有东西 不知道 弟弟会找那个菌核的菇 那个时候不知道 我们采蘑菇知道采蘑菇 外面的采蘑菇 也不知道 像现在有福林 胡乃菇 它原来弟弟 还有东西 那时候根本就不了解 所以把菇采摘了 采摘掉了 一个可怕的想法 出现在方庭的脑海里 会不会自己当时 挖回了那里株 根本就不是胡乃菇呢 我们就是怕专家 怕它是鉴定错了 这个是不是 胡乃菇 你怕当时 就那个专家就给你 鉴定错了 是吧 就是说为什么我们的 会指数 菇不出何 因为真正的胡乃菇 它就是两个都出 90%以上 应该是一样的 当然也有10%的不确定性 所以说还要最好是再做一下进一步的鉴定 为了确定自己种的到底是不是胡乃菇 方庭又找到中国科学院的专家 给自己的胡乃菇做分次鉴定 得到的结果证明 他种的就是胡乃菇 这就奇怪了 是胡乃菇就应该长菌核 为什么自己的就是不长呢 方庭想到了翻书查资料 可没想到这条路根本行不通 胡乃菇这一块呢 我们原来也没有涉及到 这一块 因为胡乃菇的资源也比较少 所以原来我们所也没去 专门去做胡乃菇的这方面的研究 只是有人调查啊 或者什么可能有一个名录 这里有这个东西 我们国内有这样的分布或者怎么样 但是真正的把它开发做出来的 还是他们这边这个公司 2010年时 胡乃菇在我国还没有大面积人工种植的经验 市场上买卖的胡乃菇俊和 大多是野生的 或者从国外进口 因此关于胡乃菇 住职经验的资料也极少 根本无法参考 为了研究出胡乃菇俊和 方庭和丈夫几乎每天只睡三个小时 每天的生活就是实验 熬夜 实验 熬夜 可他怎么也没有想到这样的日子 一过就是四年 采访中记者发现 方庭的手没有表皮 有时候很难受 有时候这样子都 因为我们做蘑菇要消毒粉 空间要消毒 所以经常会接触到那些酒精啊 消毒粉那些 疼吗 有时候很难受 有时候这样子都握不了全 因为长期要在无菌的环境下做实验 方庭的手被消毒粉活活脱掉一层皮 就算这样 方庭竟然说自己是幸运的 我觉得自己真的非常的幸运 你都不觉得自己是苦的 不觉得自己是苦的 因为我觉得我能 因为我已经看到成功了 所以我更要把这条路 一直一直走下去 不管再大的困难 我都要去客户她 为了我心中的那个梦想 好坚强 2014年5月 方庭怀孕了 却还坚持跟丈夫一起搞实验 做研究 眼看着天气越来越热 所有人都担心得不得了 你那会儿看着她大肚子的时候 还在这块忙 你什么心情 很难说 很难说 我当时跟她讲 这个你就回家去休养 她嘴上是大硬的 但是她还是要来 整个脸上啊 手背上啊 都是 包括那个衣裳上面 都是很多的汗水 虽然表面上看起来 不支持我 但是内心的话 为我分担了很多 我觉得非常的幸福 非常的快乐 真的 我觉得一个人 在背后支持你 特别是像我最亲的人 他如果能理解我 支持我的话 我真的感觉 做什么都不累不辛苦 辛苦的付出 终于换回了回报 四年时间 方婷和丈夫两人 把他们了解到的 能够影响蘑菇生长的 所有可能性 都尝试了一遍之后 2014年10月的一天 终于成功了 就从这带口 两边带口 就从这样的地方 这个带口 然后就冒出来 一个一个 一个小小的小小的 很多都有了吗 很多都有 好多 还有侧边也拱起来 好多 幸福冲昏了头 太开心了 当时真的 震惊了 呆了几秒 对 然后才突然反应过来 我要 我就说 就这么成功了 对 而让胡乃菇 长出聚合的关键 就在温度 空哥 这个温度计算是有多少度 我看一下 35度 35度 对 现在五六点了 还这个温度呢 是 大五六点 对 所以它出核的温度 是在32到40摄氏度 它就适合出核 温度太低 它就会出菇 2014年 方廷种植的胡乃菇 被收购商抢购一空 销售额达1800多万元 蛮香的 对 它闻还蛮香的 是 尝一下 可以直接这样吃 可以 可以直接上吃的 看起来不怎么好吃 因为它主要录药 确实也不那么好吃 是 口感不这么好 但是它 感觉像吃那种泡沫一样 一点味道都没有 对 感觉不能浪费 这一块起码好解释了 真的好难吃 有个味道 而且很干 关键是很干 对 然后就跟塑料泡沫一样 我们一般算是 不吃这么多 只是十几克就够了 然后我吃 2015年3月 方廷的女儿出生 虽然没有在城市发展 但人生却有了别样的精彩 眼前的一切 就是最好的安排 我觉得自己的选择是对的 因为我现在有这么幸福的家庭 而且我的师 又有这么好的事业 所以我觉得我的路 没有选择错 据了解的 目前被我们所知的 可以人工栽培的食用菌种类 一共有80多种 而经过开发被大众所接受的食用菌 只有30多种 像胡乃菇一样 价高量少的品种也有很多 因此其中商机无限 但是我们说了 这个机遇总是要伴随着风险的 在您把握这个商机的时候 也千万别忘了 事实规避风险 好的各位 如果您想了解节目的更多内容 请关注我们的官方网站 农事网 农事网官方微博 微信 移动客户端 同时欢迎登陆央视网 浏览查询 广告之后 我们一起来看 制服经下期节目 为您安排了哪些精彩内容 这片山地 杂草和杂物 都是卢丹上千万财富的隐身线索 这片山地 也让它陷入创业困境 甚至卖掉婚房 艰难度日 四多块钱都是罪友 每遇困难 他只胆怯一秒 下一秒便迎难而上 想出妙招 看大学生牡丹 如何以山为家 实现财富梦想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Inc. 感谢观看